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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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我们这些油呢已经足够多的了 那好了 我们要马上放上姜丝 好 已经开始了 第一个工序 刻不容辞 赶快点把香菇在里头炸一下 好 接下来香菇差不多了 赶快把黄花菜放里头炒一下 好了 香味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很着急 已经干了 那怎么办呢 赶快加水 好了 但是水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要适合 因为我们的呢 这个腐竹啊 漆水 而且呢 它没有泡过是油炸过的 那么我们要适合 我们看一下把腐竹放进去 看样这个水呀是不够的 还没等到煮呢 水呢已经就干了 所以我们看样是还要再加一点水 然后放点豆豉 出来那个酱香之味 我们豆豉为什么没有炸呢 因为腐竹稀味 所以我们这个豆豉不用炸 好 那我们放上酱油 然后还差一样 那就是咸盐 已经出来味道了 那我们来把它搅拌均匀 好 最后呢 搅拌均匀添水 需要多少就添多少 基本上水呢 我们看一下 跟这个呢 菜呢 蒙过来差不多 就行了 试一下 好 我们就等着呢 开始时间 师傅这需要多少时间了 这个要根据呢 添的水多少 我们要看到合适 还有呢 炖的差不多就为止 那我都等不及了 那好了 话说的呢 菜呢 差不多时间到了 看起来汤还是有一点多 我们还要等待一点时间 当我们真的是炖到时候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着急 我们就可以慢火来焖 好 基本上呢 菜呢 差不多了 我们来翻拌一下 看一下 这个呀 一定要留一点汤 你千万不要把汤炖没了 很多人呢 就靠这个汤啊 泡米饭吃 就这个汤啊 不用吃菜 绝对吃饱 为什么要吃这个汤呢 因为味道全在这个汤里 营养全在这个汤里 炖菜嘛 总是要有一点汤 好了 我们这道菜呢 已经成功了 让主持人尝一下味道如何 嗯 非常好吃 师傅 好 那我们这道菜呢 已经就结束了 那今天咱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 我 Internal things cz 我健康 我们联系 对 我们这条什么 你要求都是